这个方法 也是要按一下那个点动 对点动之后呢 把那这一个螺母 突轮 调到那个最大位置处 就这里突出来的这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刀头 就把那个刀头 旋到离那个鸭头 41.5mm的那个位置 那就合适了 然后把大螺母选紧 再看一下那个刀头 看它是否跟那个鸭头 保持一个平衡的那个位置 好 现在已经调好之后 我们就把那个大螺母再选紧 好 现在选好了 那就完成了第二个刀头的那个调试 现在我们来调试一下 看那两个刀头的那个封火的那个状态 现在用点动的方式来检测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刀头的那个调试 现在剩下来的我们就把那个调那个高度 这个底盘是调那个高度的 换上你需要封口的那一个口径的底盘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已经拿好了 我们需要的那个铝盖 盖在我们的PED盖子上面 这个是PED的那个瓶子 还有一个铝盖 对就把那个盖子 直接放在那个PED瓶身上面 对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一个底座 然后我们就点动拌弯 来调试一下 试一下一下这个盖子的那个效果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封口的那一个状态 好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封口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封口的一个情况 这个已经是封完口之后的那个罐子 对看一下那个边是否完整 如果完整的话呢 就证明你刚才调试的那个雕头 已经淘好那个位置了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盖子 剩下来你再需要大逼量的来封口的话 你只需要把这个开关调到一个自动的一个状态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那一个封口 直接把那个罐子放上去 它就可以是这样封完之后就把它拿下来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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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